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那個部長 我們政府的眷改條例明文規定 我們所蓋的眷村 為什麼沒有出來 來第一章 我們所蓋的眷村 它配售的對象 第一優先是原眷戶 對不對 是的 好 第二優先是 現有土地上的微占戶 以及中低收入戶 剩下的才叫做零星餘戶 這樣看到了嗎 是的 這是相關規定 看一下 不是相關規定 哦 眷改條例16條明定 你桌上不是有 來 來來來 過來看 來 來看 第一優先 來來來 來 好 來 第一優先原眷戶 好 然後並得 駕授 23條所定制 微占建戶 及中低收入戶 好 第三順位才叫做 如有零星餘戶 好不好 好 來 有史以來 你們賣了幾戶 中低收入戶 賣了幾戶 蛤 有史以來賣了幾戶 詳細的資料 我請處長 來跟您報告 快 來 快快快 剩下兩分半 來 賣幾戶 我們現在都是賣給 配給那個 回答我問題 有史以來賣過幾戶 中低收入戶 我們沒有去算說 那個微占戶 因為沒有賣了 不是微占戶 中低收入戶 我知道 中低收入戶 那個微占戶戶 裡面有符合 中低收入戶的身份 那不一樣 來 微占署 微占 來中低收入戶 賣過幾戶 勇敢 承認 一戶都沒有 所以這些眷村 餘戶都還沒出現 因為你們中低收入戶 依規定要通知各直轄市政府 各縣市政府 然後協助來處理 處理完才有餘戶 可是你們沒有處理 你們就直接把它當作零星餘戶 所以你們弄了一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 零星餘戶處理辦法 中低收入戶處理辦法 沒有 可是零星餘戶處理辦法 你們就弄了 然後他賣給誰呢 他賣給縣職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服役滿四年的志願役 好 你們第一波賣了幾戶了 成本價賣了幾戶 第一梯次公告是703戶 第二梯次2月底報名截止多少戶 572戶 總共1275戶 全國中低收入戶 依眷改條例應該被優先配售的 你們完全沒有處理之後呢 就原成本價配售給現有志願役 然後配售他們成本價 準備全部要賣1275戶 好 好來 你們的條件 你們的條件 有房子的人能不能架構 已經有房子的 在第二梯 在第二梯公告的時候 那你都跳過我的問題 你們的辦法沒有啦 你看看你們的辦法 第二梯公告有那個辦法 那是因為我罵你們嘛 他有做一個特別的修訂 可是你第一梯已經沒有了對不對 你知道國有財產署裡面的所有的宿舍 全國一致宿舍要配的時候 都有是否有自由住宅 換句話說 有房子的人你們還成本價讓他抽籤呢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用來解決你們沒有住家 然後你們同袍住的正義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有房子的你們還這樣搞 好來 這還違反什麼呢 違反你們對外宣誓的 這些漁護要用來做募兵制時候 用來落實之用 是 結果呢 你們在募兵大幅 大幅推動之前 你們是分配給志願意耶 然後呢 你們在募兵 募不到兵的時候 你們把它出清耶 就給現有的志願意 四年以上的就去分了耶 就去抽籤了耶 抱怨我們募兵 都是志願意的 所以說這個配給都是志願意的 對啦 可是有多少是募兵來的人抽到的 你沒有啊 你沒有專屬 用來處理落實募兵制的問題啊 所以你們自己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制法律規定於不顧 然後當作福利跟獎品大抽獎耶 抱怨其實我做一個統計 他第一階的 我交給社會公平啦 是 交給社會公平 因為你們的制度是這樣 那現在回過頭兩大問題 第一個 你違背 倦改條例 明文規定的優先順位 你完全跳過 完全跳過 中低收入戶應該優先配售 然後呢 零星餘父的定義完全錯誤 因為零星餘父的定義是要在中低收入戶分配完 才叫做零星餘父 你們才有權力處理 你現在第一個你已經違法 好 違背法律處理的優先順序 第二個呢 我們募兵之前 我們未來的募兵 好 你們把零星餘父都賣掉 好 第三呢 這些東西用成本架構 其實對我們的倦改基金來講 是一種損失 我如果拿出來標售 我還可以注入倦改基金 所以基本上用成本架架構 是一種特權 是一種優惠 而你們把這個特權跟這個優惠呢 拿來誤用法律 完全不顧法律的規定 然後做了錯誤的處理 好 那你第二波怎麼辦 要照做嗎 部長 你們現在是報名截止啦 還沒有抽籤啦 怎麼辦咧 如果不處理 嘎然而止 那第一波分配的人 造成後面的人的剝奪感 如果要照著處理 那我們要看社會接不接受喔 你們看著辦 部長怎麼辦 你現在聽起來 你第一時間 你怎麼想 最後我讓部長表達一下 你對這個問題 你準備怎麼做 謝謝委員指導 您所提的問題 我們綜合下去以後 會將你的問題 全部做個研好 再跟你報告 你初步的感覺呢 應該朝什麼方向 好為難啊 答不出來 應該朝什麼方向 你又要我數秒啊 不好吧 我一直數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耶 謝謝委員指導 哎呀答不出來 我知道你為難 我知道你為難 但是公平正義跟法律的尊嚴在哪裡 想一想好不好 什麼時候給我一個回答 我們研究完以後 盡快的給委員回答 一個禮拜之內 告訴我你們怎麼做 決定怎麼做 那我也告訴我們貴委員會 這件事情貴委員會 有沒有準備怎麼處理 一個禮拜好嗎 謝謝 謝謝委員 我們一個禮拜跟您回答 好 謝謝委員指導 那副部長各位國安部同仁請回 好